动作 好了 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 继续跟大家来到这里说回 来到11月6日星期日 沙田赛马逸的赛事 今次我们的这个系列 就叫做连营及卫志Q过关 二穿三的 跟大家买过关买分两关 至于今次我们买到的第一关 就是这一场的第一场 这一场第一场是我们的五班 草利斯加三难 1200米的措施 今次我们就会买到三个马匹 而在今场马上 我认为有一匹马 其实都是挺好处的 说的是这只12号的 剑在九天 这只剑在九天 其实它已经是 目前减分减了很多 已经减到21分 而且副榜 高得116磅 116磅再减多2磅 即是说114磅 即是说平均一个超低的评分 再加上一个超轻磅 跟你跑的 在未来的这一场 超低评分超轻磅 再搭上三档漂亮档 其实你看它表面条件 这只马都基本上 是极之那么好处的 我觉得这只马就是好处 过了楼上的所有马 论条件这只马 真的是最好处的那只 而且你再看看这只剑在九天的近跡 其实这只剑在九天 最近那几场 都是说跑得不差的 都叫做跑近的 这只马 还要它最近在9月11号 跑过一场沙田千亿米的五班赛事 它都是说赢过来近同场的好几匹马 它就是说跑第四 跑得好过来近同场的美满将来 东龙镇 以及那只勇猛精灵 所以来近同场的三匹马 它都曾经跑得好过它们 另外在最近10月5号的时候 它也是说跑过一场 跑马地的千亿米五班赛事 这只剑在九天 当时就是说跑第六 也都是说跑得好过来近同场的那只勇猛精灵 这只勇猛精灵 其实这只勇猛精灵 其实这只勇猛精灵 已经连续赢过它两次了 所以论赛绩的话 我觉得这只勇猛精灵 其实在来近一场 都叫做可以是说清先的 它已经是说 比来近同场很多只马 还要这次它条件这么好 又打小王牌 看起来好像不买不得的 这只马真的不买不得的 而且 你真的看回它每一次怎么跑 它之前那几次 4-6-4 其实它每次都输得很不抵 所以我觉得 在来近的这一场 其实这只勇猛在九天 都很难不买它的 论条件 我觉得这只马 一定是说要先收回 但是 我觉得这只勇猛在九天 其实在来近的一场 很大机会成为叶满 因为它实在太好处了 附着114磅超轻磅来跑 还要是说排着三档 它太好跑了 这样的条件 它很大机会真的成为大热门 如果成为大热门 我觉得大家 要自己再衡量一下 买不买它 因为这只马 其实 刚刚才跟大家说过 它每一次都是说 输得很不抵 它之前那些4-6-4 那样 输得很不抵 但是它 都是进不了架 大家明白吗 它是一只 跑了四场 都进不了架的马 就是说 你买下去 它独赢位置 你不会有任何派彩的 所以如果这只马 就是因为它这么好的条件 未来的这一场马 它成为一只大热门的话 它未必真是说 那么值得来到去买的 那因为未来的这一次 它又再跑个第四给你的话 你又是独赢及位置 都没有派彩的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这只马 到底值不值得来到去拨 但是如果这只马 真的成为 未来的一场大热门的话 其实我觉得 那个直拨率 不算是说太高的 所以就是说 宁愿搏返同场的其他烂马 好过了 那么因为我觉得 同场的其他马 那 都不是说没有机会的 那么就算它不够这一只 劍在九天 轻磅都好 那么照样都能够有机会 继续这只劍在九天的 那么所以就是说 选回同场的其他马 去买回了 那么至于今天 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 是哪一只呢 第一只会选到的呢 那么我们就想选回 一个冷满骑士 那么 选回 阿黎凯荣的马匹来去买 那就是说这只8号的明月千山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明月千山 来去买呢 我们先来看这只明月千山的 那个赛迹先 那这只明月千山 那他最近是跑过的了 那最近7月16号跑过一场 沙田草地 1200米的五班赛事 那当时呢 都是用黎凯荣骑的 那就跑过第五回来 那成绩不算是说太标青了 那但是为什么会买他呢 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明月千山呢 其实他一直以来 在五班的成绩呢 都叫做不差的 那上场输 纯粹呢 是说因为那个形势的关系而已 那那大家可以看回 明月千山上场到底是怎么跑啊 明月千山就是这里的那只 黄三 黄武的 那六号马匹就是他了 那大家可以看回 黎凯荣上场 如何发挥先啊 那其实 头段时间啦 上场这只明月千山呢 都是说一路被人顶的 大家会见到 这只马是说一路被人顶 在那三碟里跑的 那其实都叫做是说 挺虚的 那一场五班赛事 你不断被人顶住在那三碟呢 其实是说极之够不着数的 那所以 这只马呢 头段基本上可以是说是虚了的了 那一路都是禁虚的了 一路都是走三碟的 那去到转弯入直路的时间啦 那你会见到啦 其实前领那些马呢 全部都是说开始向后退的 全部都没有了影的了 那反而就是说 一些后上马呢 啊 杀了上来的 那些后上马开始 啊 漸漸这样 打回上来 杀了上来 这样来就去赢了啦 那 那那 尤其这只明月千山呢 就跑回第五给你看的 那 比这些后上马就是说 说过了 那所以我认为 今场马这只明月千山之所以输呢 就是说输了一个形势的而已 那那 那因为他一路都是说 走着了三碟啦 那那 再加上今场马就是说 利于一些后上的马啦 那 那所以这只摆前走的明月千山呢 今场都不是说那么好跑啦 那搞到呢 那搞到呢 尤其就只能够 跑过第五名回来啦 那 那所以我觉得这匹马 上场是说 那样才是说输而已 那所以我觉得他上场 其实都是说输得挺不抵的啊 那但是你有再看这只明月千山之前的成绩啊 其实这只明月千山之前 跑过那些沙田草的千二米五班赛事 成绩都叫做是说不错的嘛 是吧 在6月25号跑过第二 那6月6号的这一场马 他又赢过马的 那12月26号的这一场 他又赢过的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只明月千山呢 跑沙田草的千二米五班赛事 是说完全没问题的哦 那那来着这一场马 他再出再去到跑回这个 沙田五班草的千二米呢 其实我觉得他绝对是唯一搶的啊 尤其是说对着来着这一组马呢 来着这一组马 其实我觉得实力马不算是说太多而已 反而他上仗对着的那一组呢 那些实力马可能还要是说多一点点啊 那因为大家看看他上场对着哪些马 上场其实这只明月千山跑第五 那输了 都是对着福满宝啊 极爽啊 那说欢乐洋洋向上游这些马哦 其实这站马不差的啊 那因为好像这只福满宝那样呢 这只福满宝其实今季再出呢 都是说能够再赢的啊 那还要他最近是赢了一场四班的赛事 那另外同场上面 那输过给这一只明月千山 今场跑第十四的富泉英雄又是呢 那只富泉英雄今场输了啦 那但是之后他再出呢 都能够赢到一场投马的 那之后向上游这一匹马又是呢 向上游这一匹马 今场跑第四 但是之后他再出呢 都能够跑入架 那跑头三名的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今早马呢 绝对是一组不差的马来的 那那明月千山 那在个不利形势 这样都能够跑第五 那我觉得他 都是说相当之厉害的啦 未来再出 随时在今季一出即胜都不出奇啊 因为你留意这一匹马 这匹马其实最近的那些操练呢 都叫做是说不差的 那你真的看这一只马最近的操练 最近黎海榮是说 亲自抓住这一只马呢 不断为他做操练的 你会见得到啦 在这些日子呢 都见得到黎海榮的名字 那去到8月30号 黎海榮更加亲自为这一只明月千山 试了货杂 那当时这货杂 是说跑第一的 非常之那么轻松 已经是说跑第一的了 那除此之外 这一只马呢 也都是说在9月多号 就上过重发做操练的了 那上过重发一转 那也都是说试了 两货杂才是回来的 试足两货杂的 那在9月27号的这货杂 这只明月千山呢 就是说跑第二的 那成绩不差 那基本上呢 整程都是禁住的 那另外呢 在最近的那货杂呢 10月26号 那试过一货 一千米的草杂呢 这只明月千山呢 也都是说极之那么轻松 那跑到第一回来的 那所以连续几货杂呢 这只明月千山呢 都是试得非常之那么好的 那黎海荣又亲自 那还可以积极地操练这一只马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呢 最近的那些操练真的 是认真不差的 那见得到 念马斯呢 亦或骑斯呢 都是说极之重视这一匹 明月千山的 那而这一匹明月千山呢 那也都是 基本上可以说是 黎海荣的私家马 是吧 那十几次都是黎海荣騎的了 赢又是黎海荣騎的了 那所以见得到 今次他都 骑上去了 是吧 又这么积极操这一只马 那所以我认为 他在未来的一场 开齋 其实绝对 真的不出奇 那而且 好老实说 黎海荣这位 骑斯 他自己都想赢马 是吧 那因为 喂 其他很多个 华将都赢到马了 是吧 已经开齋了 杨明伦又赢过了 王俊又赢过了 那 那陈家熙这些骑斯 都赢过了 王浩南也赢过了 那 数一数一数 其实都 差不多很多位 华将都开齋了 是吧 那 差的就是 差毛衔东 和黎海荣 那所以我相信 黎海荣都想尽快开齋的了 那难得今次有回一只 曾经试过 在五班赢过的马 给他骑了 是吧 那这只马 刚刚说过了 曾经赢过的 因为当时赢马的评分 都跟目前是差不几 是吧 那之前赢马是36 那现在呢 34 那再低多了2分 所以这次 其实绝对有赢马的 那所以我相信 这次黎海荣都想捉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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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看到這隻馬其實在今季的狀態已經有起色 你會看到這隻馬其實在今季越跑越進步 越來越近 由季初的第七都漸漸跑近,跑到最近的第四 這隻馬越跑越好 我認為這隻馬的狀態在最近有起色 上場都是說最後有一點充勢 儘管在內蘭有一點塞車也好 他最後也能夠衝得好 美滿將來就是這隻九號馬匹,黃衫、藍帽 大家看看直路後 其實這隻馬在內蘭有一點塞車受災的情況 現在還未能夠望空,還未有位置 他要撞開旁邊的馬 現在才能夠找到空位來望空衝一段 大家看看這隻美滿將來 臨尾的衝勢 臨尾其實他也算是挺有勢的 這隻馬也是說衝到上來的 追回近,跑過第四名給你看 我覺得這個第四名算是不差的 因為始終這場他對著那些對手都很強的 那隻頭馬也是一隻非常厲害的馬 大家可以看看他上場對著哪些對手 其實他上場也是對著樂天派山山勝勝的炮子膽這些馬 這一站馬也是強的 樂天派這一匹馬 根本上在今季都未脫過頭三名 一win兩個第三 成績非常之好 浴城清彩滿貫自有 這些馬全部輸給這隻美滿將來的 但是之後再出 都能夠跑得好 跑得頭三名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美滿將來 其實上場對著的組馬都絕對不差 對著實力馬都能夠跑得這麼好 跑過第四 接下來這場馬還要縮程 故意由上場的1400米都縮分去跑1200米 而1200米正正就是這隻馬的贏馬路程 他之前在7月1日跑過那一場 沙田草的1200米五分賽事 盡管排著十一檔都能夠贏得到馬 就是說他之前的贏馬路程就是1200米 這次練馬師見到這隻馬最近有狀態 特地都縮分來1200米 去回他贏馬路程來跑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似乎金鋪 就是想來了 隨時就是縮程即贏 我覺得絕對都不出奇 雖然說這次他排著劣檔 狗檔來跑 但是這隻馬始終都是一隻後上厲害的馬來的 你看回他贏馬的那一次 這隻馬 贏馬的那一次都是排著劣檔 十一檔後上再殺上來 所以我覺得這場馬就算他排著9檔都好 都沒什麼問題 反而排這些檔位 比他衝一段更好 不需要排內檔在裡面塞車 所以劣檔就換賠率 換回更懶的賠率 反而我覺得就更好 這些馬就是更加值得來買 所以我們這次也想試一試分這匹馬 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回這隻7號的美滿將來 好了 講完今場馬我們頭兩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 就想選分這隻3號的醒目涌區 為什麼這次會選這隻馬呢 我們先來看醒目涌區的賽直線 這隻醒目涌區 其實他跑了很多季了 跑了三季 但是一路都贏不到的 這隻馬其實是一路都贏不到的馬匹 但是呢 基於他 就是說一路跑得差 其實他那個分呢 就是說不斷減的了 由他之前的80分 減下減下都減到下來 現在5班了 直接說39分 那麼評分就是極之那麼低 那麼減分減了那麼多 減到下去5班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呢 就是說開始有機會的了 那麼因為始終這隻馬 之前在4班其實都已經開始有成績的了 他平著那些52分 跑那些沙田草地1200米4班賽事呢 都能夠跑第三第四的 是吧 那麼這次又再來到他跑分沙田1200米草地的賽事了 那麼但是就是跑5班 降了一班來跑 你跑4班都能夠跑第三第四 今次降一班 那麼降落5班跑 評分平著39分 就是說比之前52 再低多了13分 那麼評分那麼好 那麼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這次絕對是說有機會啊 那麼還要他特地說放潘頓 那麼一落班一落到5班 就放潘頓上去了 那麼很明顯就是想出擊 那麼想贏馬的了 今次還要那麼好彩 讓他搭著一檔一檔 那麼我相信這隻馬都相當之好跑的 那麼打完黃牌這樣 那麼所以我認為這匹馬 今次都要選擇回了 所以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回這隻3號的成木勇俱了 好了那麼說完我們條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到他講回我們的第二關了 我們現在第二關呢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四場的 這場第四場 就是我們的四班 草地斯加三難 14米的措施來的 那麼在這一場馬上面 其實我們一早就已經出了一條單Q給大家的了 那麼那個系列的影片呢 就叫做單Q一窗過 那麼即是說呢 螢光幕上面 現在的這張圖片 那麼基本上 大家只需要去回我們的頻道 那麼按回這條影片 那麼又或者按回右上角 好像i字那個提示 就可以找到我們 單Q一窗過這個系列的那條影片的了 那麼在單Q一窗過這條影片裡面 基本上有了我們的詳細分析了 那麼我們會講這一場馬上面 我們會買哪兩隻馬匹 那麼還有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匹馬的 那麼如果未看的朋友仔 那麼可以來看看 那麼至於今次我們的投注策略是怎樣呢 我們會怎樣買這條過關呢 那麼基本上呢 很簡單的 那麼我們只需要買回連贏 及位置Q這個採詞 那麼之後買回過關方式 二穿三 那麼將兩關的馬匹 來到去做一條二穿三的過關 那麼就可以了 對了 那麼今次就是這樣買了 那麼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那麼都不妨試一試這條過關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那麼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那麼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消防 戰略 發操 發出的 我們 に不在其他人 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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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